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呢,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实现这个麦子商城的前端首页面的一些功能的设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些知识要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上一节呢,主要给大家讲解了这个 首页面的一个,这个轮换图片的一种特效的设计 那这种特效的设计呢,在很多的商业网站当中呢,都会用到 所以,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会讲解这个案例 那在我们之前呢,讲的一个课程当中 就是手把手的带大家一起做一个企业门户网站的这个课程当中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但是呢,当时我们使用的是从手写Ajuscript函数来控制实现这个图片的这个轮换 那么我们本节呢,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利用JQuery的这个函数框架来实现这个图片的这个轮换的效果 它的原理,实际上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了,我们先显示一张图片 这些图片呢,实际上都是包含在我们这个网页当中的这个图片标签 所以我们是利用了这个JQuery的这个函数来控制显示其中的一张图片 其他的就隐藏 那么另外呢,像这里的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我们也是给它定了一个点击事件 当它点击的时候,它也可以切换到指定的这个图片上来 那么这里对于这个图片,我们也要给它制定一个这个点击事件 当点击它的时候呢,可以让它这个跳转到其他相关的页面 因为它这里呢,会设计到自动的这个轮换 自动的循环展示这个图片呢 这里会使用到一个定时器 setIntervalor,这样的一个定时器 设置定时器定时的执行切换函数 那这里面一些特殊函数的说明 这里呢,flitter,这个visible 这个函数的作用,它实际上是用来获取可见的元素 还有unbound,unbound是用来从匹配的元素当中删除绑定的事件 unbound,比如说我们给它设计了一个什么绑定的一个什么事件 好,那么我们啊,绑定是用bund这个函数来实现的 这里unbound就是卸载,相当于卸载这个世界 好,还有这个save links 那么这个函数呢,它是用来获取包含匹配元素 集合中的每一个元素的唯一同倍元素集合 好,那么这些函数呢,我们都可以 我们这里呢,给大家共享了一个这样的API 那这个API里面呢,实际上都有这一函数 这里呢,有个数查表,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比如说这个unbound 我们直接去找这个unbound这个函数 好,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有些不好找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写unbound OK,就出来了,看没有 unbound呢,是反向的操作 这个unbound呢,是删除 删除元素中一个或多个事件 这里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个符号呢,代表的是一个酷含数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酷含数去匹配 这个网易当中的这个P标签 然后P标签unbound就卸载所有的事件 取消所有的事件 如果P标签,它里面可能有其中的 一大事件,比如说clink事件 这一个呢,是取消它的clink事件 好,那么这里面有这些基本的功能 比如说这里呢,是这样的一个P标签 然后绑定了一个clink事件 然后当点击这个clink事件的时候呢,去触发这个函数 去触发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的内容呢,是由这个基本的需求来实现的 那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unbound去取消这个事件 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在课程当中给大家提到的这个 seblins 大家可以呢,看一下 可以查一下 它是用来获取包含匹配元素集合中每个元素 所唯一的同倍元素的元素集合 这里呢,也有相关的例子 比如说 这里有个div div里面呢,有个spin标签 然后也就嵌嵌了一个spin标签 然后这是个p标签 这里面又来一个p标签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酷含数 找到网易当中呢,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div标签 然后通过这个seblins seblins这个函数呢,去匹配 这里使用了这个snact这个样式的标签 那么它得到结果呢 它获取到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利用jcreate 可以轻松的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元素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里呢,有个案例 这里呢,我下来呢,写了一个demo 这个demo呢,基本上实现了这个图片的一个轮换的效果 大家呢,可以呢,先来看一下 OK,那么这里呢,这个效果呢,就出来了 看没有,它是自动轮换的一种效果 点击它的时候,它会自动切换到我们对应的图片上来 然后点击它的时候呢,它可以链接到对应的这个路径 但是我们这里呢,因为没有这个给它添加这个图片的路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的实现 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啊,因为这个代码量特别大 我们所以呢,把这个代码提前写好 然后给大家去讲解就可以了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图片呢,稍微放大一点 把这个内容 首先,我们要使用这个gcrate的这个函数框架 gcrate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函数框架 那么如果要使用的话 你就必须呢,首先要嵌入这个gcrategs的这个库还是文件 那么这个gs文件先把它放进来 然后下面这个啊,一个迷你包,迷你文件 这里我们使用了1.90 这个也可以把它弄进来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上面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实际上是它的一个这个css样式 好,我们呢,干脆切换到我们这个id编辑环境当中来看 这样呢,颜色要更清楚一些 好,那么这个是banner它的一个css样式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imagine imagine就是它图片的大小 图片的高度 然后这里呢,给它这里放了一个背景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这是我们要放这个标题的这个背景 啊,就是我们这个要显示这个图片 好,然后呢 这里面就有一些其他的哈 一些其他的一些样式 这个样式呢,其实都非常简单 大家下来呢,可以呢 一次的去看一下 这里呢,是我们上一节课所讲的 这个还没有完全实现的一个案例 这里呢,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实现中间这一块的这个图片的效果 首先呢,大家需要做的是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对,好,那么这里呢 我们之前呢,设计了两个css样式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css样式呢 其剩下的这个把它先啊 粘贴过来,粘贴过来 粘贴到这里 这个是我们现在对应的这几个啊 div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banner list 就是用来放图片的一个容器啊 一个列表啊 banner,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banner广告啊 然后呢,这里是Ul标签 Ul标签呢 这里面放的实际上是这个对应的 这个 是一个标,一个列表 就是一个按钮,按钮列表 然后这里呢,是放这个背景 这个呢,是放下边的这个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们的这个基本的样式啊 OK,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 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啊 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我们之前呢,在这里面设了一个discipline为None 我们先把这个去掉 去掉,因为我们在css当中呢,已经做了相关的设计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啊 全部放在这里面进行层叠啊,层叠显示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gcree啊,把它复制过来 gcree复制过来以后啊,大家注意了 对于我们要使用这个gcree里面的这个语法的话 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gcree的cs文件先把它放进来 好,那么这里呢,其实已经有几个了 对不对,我们可以呢,把这个gcree直接拖到这里 好,或者你可以呢,先把它复制一个复制 复制到这个图片文件夹当中 然后 再来啊,直接拖过来 这里就有一个了 因为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呢 是 到时候不好维护啊,主要是 单独把它放在这个图片的文件夹当中 哦 包括刚才的这里还有一个 啊,这个迷你文件包啊,迷你文件 就是我们的 这个 也可以呢,把它放进来 因为这个呢,函数里面有些也是可以直接来使用的 OK,这个呢,不能放在这里啊,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下边呢,是css的一个基本的样式 css基本样式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这个 这个gcree的语法 同样的,我们首先呢,需要给它放一个script的一个脚本 在这里 然后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代码啊,把它把它copy过来 好了,这里呢,我们把这一段 gcree的脚本代码呢,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直接覆盖 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呢,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的这个基本语法 首先,我们在这个脚本当中定义了一个n, t 都等于,它初始呢,都等于0 还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count 就是一个计数器,相当于 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gcree的一个基本的,在这个gcree的一个基本的写法 然后这里呢,是获取这个文档对象 然后,利用这个酷函数获取文档对象 然后,所有的文档对象准备就位以后呢,然后我们这里呢,来写这个函数 Function里面,首先我们去找到啊,banner这个标签 找到banner标签,它下面所有的A标签 那也就是,这句代码的作用呢,实际上就是找到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等一下 找到这个banner标签,下面所有的A标签 这句代码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这个 找到它的这个标签以后,又做什么呢 找到这个标签以后,然后获取它的lens,就是它的长度 也就是说去统计有多少个这样的标签 然后呢,把这个技术呢,复制给这个count的这个全局变量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找这个A标签 如果它这里不是first,不是第一个的话 我们呢,就把其他的标签呢,就全部啊,调用这个hide函数 这个hide函数呢,就是gcree,gcree.41 这个函数里面的这个一个函数,封签的函数 就让它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再去找到这个bannerinfo的这个 标签,就是用来放取这个文字信息的一个标签 这里呢,为了方便 我们可以呢,找到把这个文件打开 这里面内容呢,是一致的 就是找到这个标签,找到这个标签 找到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去给它设置HTML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呢,就是找到这个bannerinfo标签里面的第一个 那first chart 就是它第一个指标签 然后找到它的imagine 然后呢,找到第一个图片 获取它的这个order属性 find的这个获取它的属性 然后把这个属性呢,获取到以后 然后复制给这个HTML的 就是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通过HTML函数给它复制过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找到 这就是代码的意思 就是首先找到这个标签里面的第一个A标签 里面的imagine标签 然后找到它的order属性 然后这个属性的值呢 拿过来以后 复制给这个bannerinfo 就放在这里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 它的功能的这个功能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意思 然后接着就是 就是这里给它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给这个bannerinfo标签 来设计一个点击事件 这个点击事件 就是当我们点击到这个图片的这个 这个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就利用window.open这个函数 打开 打开这个标签 打开 然后呢 并且呢 这里是找到这个标签 并且找到我们显示的第一个标签 取出它的hra属性 就是我们的A标签的这个链接属性 然后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显示 这是相当于给这个容器 就是用来放图片 这个容器来定义了一个点击事件 然后第二个 第四一个这里呢 第四一行 这一个呢就是banner 找到它里面的hra标签 并且呢 给这个li标签呢 设定 点击事件 给它注册一个点击事件 这个点击事件 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呢 就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点击事件的内容呢 实际上 首先第一个 首先要去获取这个 这个值 它的文本值 然后-1 减一呢 就是循环的初始 好 这里呢 如果它超出了这个循环呢 就返回 然后呢 同样的 把这里面的这个imagine 找到imagine的这个循环的时候 找到它的这个 这个alto属性的值 负值给这个bannerinfo 这个htm属性 好 这个到这里呢 这个循环呢 点击事件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 也就是它循环的时候就这样 然后后边呢 这里就是unbound 就是卸载它点击事件 卸载点击事件 然后click点击的时候open 然后打开 打开这个a标签 对应的这个正在循环的这个 这个标签 然后取出它的hra属性 点击的时候 也就是说打开一个新的窗体 然后下边呢 就是控制它的显示和隐藏 当它找到匹配的这个标签 它正在显示的时候 就是这个a标签list 它正在显示的时候 那么这个fade out 然后就是 这里呢 这个函数啊fade out 这就是一个退出 退出 它这里的500呢 实际上就是在500毫秒内 慢慢的退出 然后它parent chared equal 这个对应的 然后这个 它的复容器 对应的下边的这个子容器 以及equal i 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正在循环的这个i标签 然后fade in 然后又进来 也就是说 这里呢它先过滤 显示的 显示的这个标签500毫秒内 然后慢慢的退去 然后它对应的 副标签下面的下一个指标签 然后又显示出来fade in 又呈现出来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当门的gade element banner style 这里呢 设置它背景呢为空 就没给它设置背景 设也没给它设置任何背景图片 好 然后这里呢 给它加上了一个啊 按的一个class的一个效果 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按的这个效果呢 是放在这里面的啊 然后下边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呃 比如说banner hover 就鼠标移动上去的时候 哦 然后清除 这里呢 有个定时器啊 啊 这里呢 我们呃 专门设置了一个定时器 show auto 就是自动的去调用一个什么样的函数 调用这个show auto 就自动的这个触发的这个函数 因为这里面呢 涉及到这个nn 它相当于是个计数器 这个计数器呢 这里要自动增加 它才能在这里面去控制 好 所以这里呢 就是每个 四百四千毫秒 就是四秒钟 去调用一次这个函数 那么调用一次函数呢 它就会改变这个n的值 改变n的值呢 它就会 哦 去调用这里面的这些函数 来实现这个图片的轮换 哦 那么这个banner hover 就是 鼠标啊 移动上去的时候呢 这里呢 会啊 显示相应的一些啊 功能就是清除这个浮动 清除这个呃 定时器的这个对象 就是说当鼠标啊 放到这个banner的这个 这个图片 这个呃 容器上面来的时候呢 放在上面来的时候 就定在那里 哦 这个时候呢图片呢 它就不会再切换 哦 这样呢我们用户呢 它也可以认真的去看这个图片的内容 那么这个函数 这里呢 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大家可以呢 直接拿过来使用 哦 直接拿过来使用 我们这里呢 来看一下 哦 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了以后 我们在浏览器当中 再来预览一下 它的一个基本的效果是怎样的 刷新一次 哦 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这里呢 点击哦 它会 进行一个啊 展示 OK 那每隔四秒钟 它会自动的切换下一张图片 当然这个高度啊 这个高度呢 我们可以呢 在cs样式当中进行修改 哦 那么这个cs样式 比如宽度是这么多 高度呢 呃 我们根据效果图 比如说给它一个280的一个宽 一个高度 哦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下边的这个图片的宽度呢 我们也给定一个280 而其他地方都不需要改了 哦 其他地方都不需要改 其实我们这个功能呢 给大家封装好以后 大家以后拿去做其他的一些项目案例的时候呢 如果需要使用到这个图片轮换的这个效果 可以直接拿过去使用 哦 就把这个代码 哦 这个代码呢 就包含了我们刚才所写的这个 这个 css 哦 把这一块啊 就是 专门针对于这一块的这个 哦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 哦 哦 这个轮换的这个css效果 把这个css拿过去 然后呢 然后呢 把加script这个拿过去 啊 就可以使用了 注意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因为这里使用的是jcreate来实现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个 这个jcreate的这个 这个jss文件呢 也需要放进去 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就主要给大家讲解了如何使用jcreate去封装一个这样的函数 哦 然后这个函数呢 实现 啊 实现 这个图片的轮换效果 哦 那么大家可以呢 下来认真的去研究一下我们啊给大家写的这个代码啊 哦 其实呢不难理解 哦 如果对某些函数啊 理解不太透彻的话 大家下来呢 可以认真的去看一下这个api 就是我给大家分享这个api 哦 然后这些函数 哦 它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函数呢 结合这个api去理解呢 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就先讲到这里 哦 今天这讲呢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一起呢 完善了这个图片轮换的一个基本效果 嗯 那么大家呢 下来可以自己呢 根据我们这个课程的内容呢 自己呢去设计一下 好 下一讲再见